欢迎回来咱们接收的新闻 那前段时间在郑州街头上演了非常狗血的一幕 在某知名商场的门口 一名被称之为小三的女子 被人当街赤裸裸的扒光 并且把照片拍下来 上传到了网络上 震惊了郑州 全国都知晓 说是丢人丢到了全中国 那么最近的这件事情啊 出了一个番外片 据说是发生了逆转 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往下看 8月5号晚间 在郑州农业路花园路交叉口的一家商场门前 发生了狗血的一幕 一名女子被人当街扒光衣服 围堵在商场门口 这名女子只得全身赤裸 藏在一名男子的怀中 周围还有几名中年女子 对二人进行撕打和拉扯 而爆料这组照片的网友声称 被扒光衣服的人 是该商场的一名女导购 因为差足别人家庭 当了小三被原配发现 而男方硬逼原配离婚 原配想到 还有刚满一岁的孩子 不同意离婚 为此男方恼羞成怒 带小三回家把原配毒打了一顿 原配心生怨气想报复小三 于是就出现了 当街巴依这火爆的场面 很快当事人的身份也被网友人肉了出来 照片中的小三姓李 是郑州某大型商场手表专柜的售货员 原杨建人 而这名女子也被网友 冠上了郑州小三的名头 时隔一个月之后 正当大家以为这件事已经长安落定之时 一名自称是事件当事人的微博博主 在微博上爆料 称事情的原因和经过 并非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样 其实他也是该事件的一名受害者 该微博博主在微博上声称 南方开始是以单身的身份和他交往 原配就当南方妈妈的身份 而地形在网络上的反转 也引发了众人的关注 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如该微博博主所说的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呢 记者随后也试图从微博博主 你以为的是错的进行了联系 当记者向他问起事情的真相时 他是这样回复记者的 是南方家里人都知道这件事 我一直叫的阿姨原来是她媳妇 她想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婚离了 女方一直不冲一 李某告诉记者 当时他与南方交往的时候 并不知道南方已婚 而南方的原配妻子 竟然一直是与南方母亲的身份 与其进行转信或者电话沟通 在他与南方交往的过程中 南方的原配妻子始终知道真相 但为了避免离婚却一直选择了隐忍 并且对李某隐瞒了身份 直到发现南方执意离婚 原配还以破坏家庭为由 与李某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李某告诉记者 事件的发生对他本人 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伤害 就是极大的委屈 但也因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傻姑娘受骗的很多 李某告诉记者 目前她准备通过司法程序 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而因为担心事件的曝光 会影响事情的处理结果 还没有接受记者的其他采访要求 但是她也告诉记者 希望通过自己的事情 给其他年轻女孩去一个景 在交往之前 一定去南方家里看看 跟父母聊聊 有时候看到的听到的 也未必是真的 男人还是需要多讨厌 不要为了他三方面的哄骗 让自己付出太多 截止目前 由于找不到其他的当事人 记者暂时仍然无法还原事情的最原本的面目 我们也希望这场闹剧 能够在司法机关的介入之下 得以还原和澄清 其实最近几年 小三和原配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是频频在媒体和网络上曝光 一场场闹剧 也引发了很多不良的社会影响 这是发生在福建漳州街头的一幕 两名女子当街进行私打 而据知情人介绍 这也是一起发生在原配和小三之间的战争 而在今年六月 村民市街头也发生了恐怖的一幕 一名女子当街被人浆满汽油后活活烧死 而行凶者随后也喝下剧毒農药企图自杀 事后记者从行凶女子口中得知 被烧死的人正是破坏行凶女子家庭的 一名第三者 一场场闹剧发展到最后 往往不变成一场悲剧 不仅影响恶劣 伤害的也往往是几个家庭的幸福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奉劝大家 婚姻来之不易 一定要好好珍惜 恋爱时要他亮眼睛 当早三更须尽谦